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抽牌卡 抽到的卡 太阳卡的部分认清重点 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要斤斤计较 我们要在意的是是否能够看清楚生命 灵命改变与否才是重点 太阳圣德导师 在学习超级生命密码这个过程中 每天都在察觉自己哪个习性又翻了 到底怎么样去给他去除掉 今天刚好抽到的就是不要斤斤计较 鸡毛蒜皮 这也是因为自己任何事情都想要做得很完美尽善 有时候就变成斤斤计较了 所以怎么样看清楚 重点这才是一个关键 要抓住重点 而不是小事情也在耗很多时间 这就是一个灵命提升的一个关键 这也要透过实修实练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累积 第二张卡 丰盛卡抽到的是物迷恋观想 观想只是一个帮助灵命成长的工具 藉由心无旁骛的观想 来达到你想要的火候目标 一旦你能够真正达到之后 必须要知道这只是个方法 不能一直迷恋其中 太阳盛德导师 所以 抽到这张卡就是告诉自己 不用去想看到什么镜等等的 也不用去想要用一些自己的方法 就很自然 同时 主要是要去实修实练 内功要做到位 外功也要去做 这才是正确的 第三张卡抽到的是摒弃布的念头 要善用时间调整心念 生活生命才会顺遂 如果你认定生活中有诸多的不可能 那命运就必定不会平顺 这代表着老天爷要给你的好运 已经被你自己给否定了 否决了 太阳盛德导师 抽到这张卡相当的有感觉 有时候每天的生活镜当中 会出现一些事情 来让我们做反应 反射动作 抉择等等 但是 一直的镜出现不OK的时候 这个时候心境是什么样的 是否是自己认为自己的念头 布的念头造成的呢 所以要好好的去搜寻一下 同时要给他重新设定 心念一定要透过心法等等的 再加上分分秒秒营造设定 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加强的落实 第四张卡抽到的是 言语物伤人 水能载舟欲能复舟 言语可以伤人 也可以爱人 如果能掌握说话的艺术 维持幸福家庭氛围的几率 就会相对的提高许多 人人称陷的美满家庭自然也会 不求自得太阳盛德导师 佳合万事心 讲话要讲人家爱听的话 正言正语 同时也要 语气 柔无声衣无色 自己的表情等等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给自己一个警惕 因为朋友客也跟我提过 讲话的时候要面带笑容 不能太严肃 要幽默等等的 所以这个都要去好好的调整 不要落于批评 看似在也不要去指导别人 这种心态就是一种不好的 而且落入批评 会伤到别人 一定要学习菜里去导师的 寻寻善诱 说故事 OK 最后一张卡 抽到的是 幸福卡的部分 天人共振 当你有身 当你有身体的宇宙观 你会明瞭生病的起因 以及治疗的方法 进而体悟到 体悟达到痊愈必需要有的 一个重要步骤 天人合一 如果药剂已经没有效用 人间的招数都不再管用 最后只能将它跪于天 把天和人合在一起努力 共振太阳圣德导师 这在幸福 原来幸福跟着来里面 的一个单元 最主要的就是 对应这张卡 也就是要 合乎天地天道 不能违背 凡事不能违背天律 一切以德为最重要 要累积德之良 如何累积德之良 除了去 自己 实修实练心法 以及 将正负能量 负能量给平衡 另外就是要去接引更多善良 有缘的人 来进入爱与感恩的天地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来实修实练 这样子 它会好 它的家庭就会转变更好 社会会更好 这就是天地所要的 所以 德的累积之外 自己的延续期质 必须要注意 因为 一方面在积德 一方面在漏德 那就是做白宫的 再怎么样 还是在原地踏步 所以 感恩今天排卡的提示 再次给自己一个提醒 非常感恩大家的聆听 接下来我们就是 跟大家 邀约 即将在新竹登场的 5月26号 爱感恩惊喜分享会 在彭源 婚宴新竹馆 新竹东区光复路二段 151号下午2点到5点 许多的人 因为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 这个大家族之后 生命奇迹的不断 大家都是发心来给 举办这个 爱感恩惊喜分享会 让更多有缘人来 改善自己的灵命提升 让自己的生活性 各方面更好 所以 欢迎 有缘的 朋友 邀约更多有缘的朋友 一同共襄盛举 感恩你 祝福你 明年见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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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